他在六年前曾是我們的照顧婦 那因為他師兄曾經就是車禍那種痛風 所以他的手腳不靈活 他受了他大伯欠下巨債 所以家庭經濟就受巨變 所以那時候不得不提報 成為我們的照顧婦 他那時候還要撫養三個孩子 可是後來孩子大兒子大學畢業以後 他毅然就說他要停記 大家好我是美蘭 有人說人生處處有磨難 所以活著就是一種修行 但是當有過不去的困境時 如果有人能夠拉一把 就有一份力量 可以讓人有勇氣繼續向前行 今天正元法師的幸福心法 要跟您分享兩個家庭 他們在最困頓的時候遇見了此季 也體現了對生命的任性 大家好我是林芸青 很感恩有這個姻緣 讓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跟慈濟的姻緣 我的姻緣來自於我的鄰居 素養師姐 她幫我收工得金 每次來見面的時候都很關心我們 只要慈濟有活動 她都一定會邀約我參加 我的兩個小孩也有參加親子班 那個水燦法會的時候 她有邀約我參加 我也有參加 但是呢有一些活動啊 她邀約我參加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推託 我心裡想說我繳功德款就好了 然後原本小康的家庭 因為先生生意的失敗 然後加上一些負債 所以呢導致我不得不為我的生計 跟我的那個房租啊煩惱啊 然後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啊 我那個師姐啊 她就提報慈濟的資助這樣子 我很感恩有慈濟的幫忙 感謝上人創立慈濟機會 每個月那個師姐都會來家裡訪視我 杭先生 因為有這樣的陪伴 我們漸漸的想得比較開了 所以呢在老大畢業之後 她有工作 然後我就跟師姐說停計這樣子 我覺得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把那個善款給更需要的人 今年師姐又邀約我入金帳 當時我答應了 但是我其實我醫院沒有很高 因為我很忙 我要兼兩份工作 她說我答應了之後 我沒有辦法持續這樣子 但是呢師姐很熱情的邀約 我還是答應這樣子 然後一次一次的這樣精進這樣子 有時候會想說 偷懶不想去這樣子 但是去團練的時候看到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都很有道氣 然後很有精神 被他們感染下 我也是慢慢的融入這樣子 然後慢慢那個 有一些要拉筋的動作啊 因為一直練一直練 我發現我比較鬆了 動作可以到位了 還有在六六項的時候 我們要跪坐 因為時間很久 腳抽筋很痛啊 可是我一直忍 然後一邊聽著經文 讓我慢慢的靜下心來 讓我通過這個考驗這樣子 法會當天啊 我用虔誠的心 進入會場 然後呢 唱頌如香戰的開始 我的基皮科大家都起來了 剛開始以為是冷氣太強了 然後後來發現說是 因為我感受到那個 佛法的那個浩瀚無邊 然後我的眼眶就濕了 就好像大海迷失的方向的我 也有了靠岸 然後有人身的方向 再進入那個見識加峰的時候啊 有一段經文就是 晉級清晨自選西末 手之不動一百千節 這一段經文我非常的感動 我心我非常的寧靜 我很用心的背下來了 所以那天的演藝啊 很髮喜的完成了 也讓我很有成就感 因為大家同一場聖會這樣子 能夠完成它這樣 很感動 感謝上人 讓我有這個機會 搭上這個法床 然後了解到真實的道理 所以我在這邊發願 我要追學上人 還有師兄師姐們的腳步 一起來做善事 明年要培訓社區志工 感恩 給你照好 感恩 曾經苦過更知苦從何來 林雲青一家 她在六年前因為家庭的巨變 欠下巨款 而接受了慈激的幫助 但是當大兒子畢業 開始工作就停記 因為她說 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所以呢 就把善款給更需要的人 而接下來 是已經受贈的何玉莉師姐 在先生奏事 留下三個孩子的時候 也遇到了慈激 二十二年前 她先生忽然往生 然後她要照顧三個孩子 那時候孩子都還很小 只有五歲 四歲跟四個月 她一天要做三份工作 可是她市場 她只有領過我們一次的助學金 她就說不用了 所以其實她是非常堅強的母性 她照現在孩子都已經長大了 我是屋激區的何玉莉 我首先要先感謝師姐陪伴 我才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分享 在九十年的時候 我先生因為急性慧炎 往生 我當時孩子還小 我一個人要做三樣的工作 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來還要做家工 家人 再去做打撒的工作 雖然很累 可是我要堅強的把它扛起來 因為小孩子還小 為了生活 也要勇於承擔 在孩子慢慢長大 剛好我們實際有在辦親子班 師姐邀我帶小孩子來參加成長班 跟孩子現在的互動都已經有改善了 雖然那時候她是生活非常的困苦 但是她就是這麼的堅強 在那時候孩子還小 國小的階段的時候 她都知道要帶著孩子來參加親子班 跟她的孩子的互動其實是不好 為什麼 因為她顧著賺錢 沒時間陪孩子成長 所以他們的親子關係是很不好的 就因為進入親子班 然後她才知道怎麼去擁抱孩子 才改善過來的 要不然今天她如果沒有參加親子班的話 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對啊 所以她一路這樣走來 讓她見證到說 在慈激的大家庭 讓她成長 讓她長智慧 所以她就這樣的堅持 我一百年參加水餐 因為剛開始參加水餐 我不知道要蘆素 就不知道要怎麼吃 也要上班 結果在彩排的時候 都常常昏倒 今年也加入了精湛演藝 師姐要我承擔社區種子 我也勇於承擔 雖然是很累 所以要記得東西很多 尚人 我就是何毅力的主員 她當我的種子 當我們的種子 她都讓妳知道嗎 她是很認真 她還要上班 很認真上班 也很認真 也很勇於承擔 所以說她當我們的種子 地標非常的複雜 對不對 然後我們沒有像她那麼精進 她就一次就到位了 那我們就不用去認那個地圖 所以我們都很感恩她 每一次都是第一位到那個地標 非常的清楚 就像她的人生方向一樣 她抓得很穩 感恩 給妳教好 我要感謝上人 因為我在演藝 到那個骨髓間鎮的時候 我就想到媽媽 她還是受隨著 因為有我們直際的骨髓中心 有讓她配對成功 媽媽現在身體也都很健康 到現在也五年多了 所以 我很感謝上人 創辦了這個骨髓中心 救了我的媽媽一條命 我在這裡感謝上人 也替媽媽感謝上人 媽媽都還健康 對 現在都很健康 所以我在這裡感謝上人 也讓我有這個機會孝順她 上人 我會跟著妳的腳步更精進 更精進 為妳媽媽祝福 感恩上人 真的都是在感恩中 走路人間 可以克服那種苦的言 可以招來更多更多的好言 所以好的因緣 不要讓它落實 給妳們祝福 人人 只要花心 花怨 造福 增長 智慧 都做好 那是 正中地毀 這就是人生 所以說要修行 這就是修行的途中 有空空空空空 人生 這是讓我們知道 人生本是苦 所以要用智慧 造福克服它 祝福祝福 感恩 眾言法師說 坎坷的人生 需要用智慧來面對 不漏失好的因緣 發心發怨造福 就能夠克服苦的緣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這兩個家庭 也都曾經面對 生命的重大失落 與困境 但是他們都把握了 好的因緣 也重新站立起來了 或許我們每個人 也都有各自不同的修煉場 那又是什麼樣的力量 支持著您走過來呢 正言法師的幸福心法 也歡迎您到 多用心耳朵的多 多用心的FB留言 與我們分享 我是美蘭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